出大事起来,当改剧出大事了 对于大部分粉丝来说,这可世界大喜事 不要奔,先补赏再说 为什么呢?因为当改剧收严了 意思就是,接下来可能当改剧不能拍了 拍了有可能播不了,播了也可能会下架 意思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些白月光被保护去了 他们并不能复理到我们的白月光,尤其是天光赐福 网传三月份,天光赐福就要被开拍了 不仅是天光赐福,还有三月、二哈以及伟传学渣等等 都将被顶世化,而且已经被案在其中了 而如今当改剧收严了,也意思就是说 拍了的有可能是不能播的,还没拍的可能真的拍不了了 而那些还没被案的真的是不能取得被案资格了 甚至已经播出去的有可能会被下架,比如说陈情令 那为什么当改剧突然间收严了呢? 那其实有一点相信大家一定知道 那就是援助里面的情感戏内容 其实是不是熊弟情的 但是由于为了要过神,他没有办法只能改成熊弟情了 所以呢,很多很多粉丝在这方面是不满意的 不仅如此,连特效以及场景也不一定能达到粉丝的认可 所以说在很多方面上,当改剧就得到了一些限制 所以天光赐福的那三千盏口明灯 还有道挂失灵以及熊弟情 你们都不用担心了,我们白月光永远在心上 其实呢,和最近两大热熟事件还是有点关系的 郑爽利子的事件以及华晨宇事件 毕竟这和上官真的有很大影响 其实呢,有很多帅哥明星都来拍单改剧 比如说范晨晨,罗云熙,毕文俊等等 这些男明星可以去拍更好的美好校园爱情故事电视剧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就可以守住白月光了吗? 这不是一举两的吗? 如果说当改剧真的收盐的话 那我们的白月光真的没有被毁掉 发生的线连真的就扭在我们的心中了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记得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